香港南华早报报导有消息人士指出 受到美国禁令影响中心通讯手机销量暴跌 即使美国立即取消出口禁令 估计今年的智慧型手机销量恐达不到2017年的一半 6月初中心通讯与美国政府达成协议 将以14亿美元罚款换取美国7年销售禁令 路透报导中心通讯已经支付10亿美元罚款 这两天就会完成既存4亿美元保证金手续 但18日美国参议院以85票比10票通过年度国防授权法修正案 恢复对中心通讯的禁令 不过该法案仍需与中意院取得共识 因此中心命运仍成未知数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IHS Market报告 即使禁令被取消 中心与MetroPCS和Quickie Wireless等营运商合作关系也难以回复 IHS Market的产业分析师表示 中心被实施禁令之后立即停止线上及线下所有销售 即便现在禁令解除 仍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逐步恢复营运和销售 但中心是否能赢回消费者和厂商的信任才是主要问题 在禁令之前中心的智慧型手机出货已经开始承受压力 根据IHS Market先前研究报告 2018年第一季出货量较去年同期下降17% 中心通讯自6月13日复牌之后 截至昨天收盘已经吞下第八根跌停板 市值蒸发超过人民币700亿元 股东损失惨重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罗签竹整理报道